如果要用宝刀为老来形容一个人 那么兰博一定是十分的符合标准 七十多岁的年纪了 本该可以安享晚年 但他却是遣散了家人 独自在家中备战起来 因为接下来 兰博要迎来一场硬仗 自从上一步在缅甸解救人之后 兰博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 虽然没有结婚 但却是收养了一个故人的女 表面上以舒直相称 可兰博却是将小美当作女儿般对待 别人都不允许进入的地头 小美却是从小在这里玩到大 这也给兰博增添了一份难得的天伦之乐 然而小美也是个心善的玻尿 虽然她母亲死后 她就被无情的爸爸抛弃 可十多年过去 她还是念及那份血浓与水的亲情 从一个闺蜜呢 打听到生父的消息后 于是就向兰博提出要去墨西哥找老爸的想法 小美的奶奶一听就立即不同意 加上她的那个闺蜜也不是一个好人 这更加是十分的反对 小美也不想让两位老人生气 只好答应就此作罢 随后开车前往好友家做客 只是开车在半路上 她却是调转了方向 接着就驶入了墨西哥的境内 随后她找到多年未见的闺蜜胖妹 只是这姑娘开口就问小美 虽然欧美人比较开放 但一开口就问这比较隐私的问题 多少会让人觉得有些不正常 可是小美却没有多想 两人简单地交谈不后 她就带着小美去找生父 然而就当她见到多年未见的亲人后 小美只想问当年为何会被抛弃的原因 而这个当爹的也是没有人性 她认为小美的出生对她没有任何意义 加上她的母亲患病离世 不想留个脱油瓶在身边 于是就很轻地来到墨西哥生活 接着还让小美以后不要再来找她 这话说得小美伤心欲绝 本想现在就回家 但胖妹已不放心为友 随后要带她去喝一杯 小美不好拒绝胖妹的好意 这才跟着来到一处热闹无比的场所 可是这里最容易滋养人间恶魔 为人清纯的小美很快就被坏人给盯上 接着在悄悄地靠近后 她朝着杯中偷偷放入了罪恶之物 那接下来的结果可想而知 胖妹离开了 小美却是被带到了一处满是受伤姑娘的地方 原来恶人是以相同的方法 挟持这些意识贪婪的女孩 等待她们的就是每天不停地接客 然而小美来到墨西哥的消息 很快就传到了兰博耳中 原来是胖妹打来电话告知小美的奶奶 并把小美生父的地址一同扑上 兰博一看就十分恼怒 随后准备了防身之物 接着便去车前往墨西哥 这让兰博是更加的心情 随后她又找到了胖妹这里 然而她一开始还百般解释 说自己也是出于好心邀请小美喝杯酒散心 以为小美可能是半路偷偷跑回了家 按照是常人 或许还真被她给忽悠过去了 但是她爱慕虚荣 小美佩戴的手镯此刻就在胖妹的手中 随后解释是小美送给她的 可这是小美去世的母亲所 她怎么会舍得送人 兰博猜想小美一定是被胖妹给卖了 胖妹无法狡辩 居然对兰博开口骂骂咧咧 兰博实在无法忍耐 当即亮出亮晃晃的笔手 这下就让胖妹乖乖的不敢造次了 随后在兰博的威逼下 胖妹带着她来到小美来部的场所 在这里她指认了绑走小美的丧坤 而兰博也不如莽 找个地方静静等待丧坤要离开的时刻 只是兰博同时也被一个女人给盯上 在兰博悄悄跟着丧坤之时 女人也一同跟了上岸 要说酒后欲知己可是惬意之事 但前提是千万不要做坏事 只见兰博悄悄躲在一旁 趁着男人心花怒放之际 他不断上前挟持丧坤 随后拿出小美的照片问他人在哪里 丧坤都这样了还敢骂骂咧咧 兰博当即就给他来上一刀 见他还不肯承认绑走小美的事实 兰博则是彻底的没了耐心 接着硬生生的将丧坤的锁骨给掰了出来 这痛得丧坤嗷嗷直叫 没过几秒就答应带着兰博去找小猛 再来到关押小美的位置后 兰博独自下车查看四周的环境 可是他的到来立即引起了四周打手的注意 随后便把兰博团团地围困起来 而兰博一把年纪了 自然不会与这帮人应听 本想装作路人一笔带过 可打手却是将他身上携带的武器 以及重要物件都搜了出来 从搜出的小美照片这才知道 原来兰博是想来解救女儿的 为首的兽子自然就不乐意了 当即给了兰博一刀 接着众人将兰博打倒在地上 一顿拳打脚踢之后 兰博想奋起反抗 但依旧是余事无 只是这时的兽子喊停了手下 他想将兰博扔进河里 可兽子的兄弟大壮却是要留兰博一命 一是看他多一把年纪 想必也翻不起多大风浪 二是他想让兰博每天生活在 失去女儿的痛苦之中 这大壮的险恶 可谓是更加的歹毒 在兽子等人离开后 悄悄跟随兰博的女人却是出现了 他把受伤的兰博接回了自己的家中 随后还请了医生来为兰博疗伤 好在都是些外伤 加上兰博的身体十分健壮 休养几天就能慢慢康复 然而就在兰博昏睡的这段时间 小美报道兽子等人的特别对待 被说是毫无人性可言 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四天 兰博也从昏睡中醒来 在与救治她的女人一番交谈后 这才得知女人的身份 原来她是一名记者 她跟踪兽子的手下 是想找到曝光兽子等人的不妨证据 在碰到兰博也在盯着这群人后 她就好奇地跟了过来 这才救下受伤的兰博 而她之所以要曝光兽子等人 是因为她的妹妹 就是死在了兽子等人的手里 得知兰博的女儿也落在兽子手中后 她也为此感到十分的惋惜 但两人对付坏人的方法不一样 兰博现在只想救出小美 她在女记者提供的情报下 很快找到了兽子营业的不妨之所 趁着这里的打手不多 兰博一刀就是解决一个手下 在这里她果真找到了饱受折磨的小美 见小美手臂上的无数针孔 这让兰博也是大胆不妙 随后带着她快速离开 在开车返回家中的路上 小美对自己的行为向兰博道歉 而兰博并没有埋怜她 只是安慰地说道 这并不是你的错 在得到了兰博的谅解后 小美便睡了过去 只是这一睡 就再也醒不过来了 兰博随后将她安葬在家门口的大树下 接着她让小美的奶奶去亲戚家居住 并说自己已经没了任何牵挂 想开始出去继续流浪生活 只是她的这番话 实则是一个善意的谎言 而兰博接下来要做的 只有疯狂的复仇 这是电影第一滴血系列中最后的血 此时的兰博已经七十来岁 但她不得不重新拿起杀人力气 只因受养的小美被恶人折磨至死 兰博决定要用自己的方式 让恶人品尝什么事掏心之痛 兰博在自己庄园的地道中 到处布置了大量的陷阱 接着还要重温当年的杀人绝技 在做了大量的提前部署后 那恶人又该如何自己找上门来呢 这还得要兰博再次返回恶人的所在地 她悄悄地刺杀一名巡逻的大手 一刀不够还得继续补上几刀 这样都无法消散她内心的伤痛 随后接着是第二位 第三位 只是一个晚上过后 这栋别墅就围满了墨西哥的警察 恶人大壮闻讯急忙赶来 这才发现哥哥兽子被人杀了 看着哥哥胸前留下的小美的照片 大壮自然知道是兰博所做 随后立即纠集人手 准备武器弹药 接着便连夜驱车赶往美国 而兰博这边早已返回了家中 她赶走马厩里的爱马 这也是为了不伤及任何一个无辜的生命 接着再次为大战做准备 首先她做了些美粉蛋 随后磨好短刀等待恶人上门 转眼一天的时间过去 大壮等人也果真赶到了这里 七八辆越野车 满载三四十个全副武装之人 只为对付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 只是打头的小车刚靠近 她就压中了埋藏着的地雷 接着还触发了院中部下的燃油陷阱 这也是提前将大壮等人逼下小车 随后他们分头行动找出兰博 进屋的打手出发屋内的陷阱 而兰博从地道中窜出再次的枪 见其他人反过来 于是立即如地鼠一般的消失不见 接着有人想靠近马厩 只是吊着的燃油开始散落 兰博再次出来放出一枪 起源便被熊熊大火给瞬间吞噬 兰博随后来到地道之中 这里是他花费心思最多的地方 在恶人都进入之后 他们依旧是选择分头行动 然而接下来他们就惨 有被木刺给扎心了 有被兰博从背后给脱袭 有被铁棍给创服录 有被陷入地下的铁刺之中的 总之就是陷阱都被兰博给充分利用上了 一声声惨叫让大壮心里也是慌的一体 而兰博就是要让大壮看着身边之人依死去 不是为了这一点 兰博也不至于在主场还会被子弹击中 这也是对兰博擅长暗杀的最好见证 眼看不能硬拖下去 兰博只好告诉大壮 让他赶快离开地道 因为随着他的大手一挥 地道中固执的炸药就被立即一爆 在大壮刚逃出地道口后 此时的他已经是灰头土脸 要多憋屈就有多憋屈 在他还想作战之际 可兰博的弓箭早已击他兰博 先后四剑分别定住了大壮的手脚 在他彻底体验了神教恐惧之后 兰博掏出随身的敌手 一刀解决了大壮最恶的一生 身中两腔的兰博 好在伤到的并非是要害不畏 解决了这帮恶人 他也算是没了任何的挂小 坐在摇椅之上 年目的兰博思绪万千 虽然他爱的人都已失去 但兰博会努力的 让这份记忆长存下去 至此第一滴血的系列电影 也就算到此告一段落 从1982年第一部上映 再到2019年的第五部结尾 历经近40年 这让我们也看到了一个 由年轻力壮 逐步走向老年的热血兰博 后面三部虽然没有前面两部那么经典 但对于一个动作电影的爱好者来说 热血加超然 你还想要什么自行车